蓝白联手合力推动的藐视国会罪 就是不折不扣的国会扩权 现在连欧洲商会都提出示警 其其以为不可 甚至以荒唐荒谬来形容 跨国企业投资台湾 看好的就是台湾自由民主多元的投资环境 但这样的恶法一旦通过了 那让所有的企业都避之唯恐不及 我们看到香港的状况 就因为整个香港国王法入法之后 那外资撤离包括经济下滑 那如果台湾因为通过这个藐视国会法 而让整个外商甚至很多企业 他们未来在提供一些资讯的时候 变成有压力 是不提供资讯给国会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被判刑 也导致甚至因为这样而离开台湾 我想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我们都支持一个更连能有效的立法院 但是一个权责不相当的藐视国会罪 无限制的扩大调查权 这样子的一个藐视国会罪 如果没有搭配好的利益冲突跟伦理规范 将可能被不效立委 拿来骚扰人民勒索业者 因此在国会改革法的同时 要呼吁大家注意这个构成要简不明确 非常可能侵害私人、基本人权的藐视国会罪 傅崑奇他们提出来的那个藐视国会罪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说它是藐视国民党罪 也就是他们为了未来可能会重返执政再做准备 希望可以再把台湾陷入到戒严时期一样的警察国家 就是为了让一般民众更加的害怕那些中国国民党的官员 那么这样讲,不懂的人可能会觉得国民党啊、民众党啊 他们是真的是在照顾人民 因为这些官员真的是不要脸到一个不行的程度 一定是要对他们严格一点 但是以后如果通过了藐视国会罪这个东西 他可能也会少到一般民众身上 一般民众如果是跟立委接触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藐视国会罪而关三年 这个也就是一个国家怎么逐步走向独裁的一个脉络 蓝白联手合力推动的藐视国会罪 就是不折不扣的国会扩权 现在连欧洲商会都提出示警 其其以为不可 甚至以荒唐荒谬来形容 究竟有多离谱呢 国民党民众党设计的藐视国会罪制度 未来它适用的对象不只是行政官员 还扩大到了一般平民百姓私人企业 连跨国企业也不放过 这样的恶法如果修法通过 只要立委想要 只要立委以调查之名 就可以把任何的个人或企业主叫到国会来问话 请你提供你的业务机密 请你提供你的关键技术 如果你say no 你拒绝 那就吃上了藐视国会罪 要被罚款30万还要坐牢三年 跨国企业投资台湾 看好的就是台湾自由民主多元的投资环境 但这样的恶法一旦通过了 那让所有的企业都避之唯恐不及 所以连外国人都看不下去的国会恶法修法 国民党民众党还不自治吗 还不收敛吗 立法院蓝白强推藐视国会罪 那事实上有可能会造成未来有企业跟人民 因为这样而被判刑 我想这个已经造成了台湾跟整个社会 国际社会的恐慌 那事业各国也纷纷的 包括欧洲商会等等也担忧 这个是以后会变成吸压 特别是我们看到香港的状况 就因为整个香港国防法入法之后 那外资撤离 包括轻机下滑 那如果台湾因为通过这个藐视国会法 而让整个外商 甚至很多企业 他们未来在提供一些资讯的时候 变成有压力 是不提供资讯给国会的时候 就有可能会被判刑 也导致甚至因为这样而离开台湾 我想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特别是中共现在透过国会来掌控台湾的时候 如果透过这样的一个藐视国会法的话 有可能一些国家重要的一些机密 或企业的重要的机密 那会不会透过国会的方式而外流出去 我想这也是民主国家阵营企业所担忧的 当事业各国都在围堵中国 希望减轻中国的一些资讯取得 跟入侵的同时的时候 如果台湾的蓝白国会多数的状态下来通过 藐视国会法的话 这恐怕会造成国际社会对于重要的资讯 外流的恐慌 特别是在各国都在防堵中国 企图一些资讯 不要让中国拿到的同时的时候 这样恐怕会造成寒蝉效应 所以我们呼吁蓝白阵营应该要悬来热马了 不要在这个时间点通过这样的一个恶法 藐视国会法法源不清楚之外 范围也不清楚 这会造成国际企业的恐慌 同时隐患人民跟企业担忧 他们是必须要交出某些机密的资讯 机密的一些企业的资料 才不会被定罪 那如果这样状况下的话 恐怕会更多的外商逃离台湾 这个台湾的经济 绝对是负面的一个因素 更况中共也有可能 借由藐视国会法来长递控制台湾的经济 台湾的国会 我想这个对台湾整体自由民主的整体的形象 跟左向世界会越来越遥远 所以我们呼吁蓝白阵营应该悬来热马 不要再推行所谓的藐视国会法 这只让中共有利 对于外资 对于外商 对于民主阵营都会感到担忧 担忧他的机密资料能够会外泄 担心他们的人身安全 我想这个绝对是 重蹈香港附册一条不治之路 大家好 我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林志杰老师 昨天欧洲商会特别提醒他的会员 要注意立法院国会改革法中 藐视国会罪的立法情况 担心他的会员 会因为触怒立法委员 面临三年有期徒刑的风险 我们都支持一个更连能有效的立法院 但是一个权责不相当的藐视国会罪 无限制的扩大调查权 可以调查私人 要求企业 人民团体 基金会 学校 机关 交出账策 合约 董事会记录等各种文件 只要不配合 或被立法院认为说谎 立刻就可能面临三年有期徒刑的刑则 这样子的一个藐视国会罪 如果没有搭配好的利益冲突 跟伦理规范 将可能被不效立委 拿来骚扰人民 勒索业者 因此在国会改革法的同时 要呼吁大家注意这个构成要简不明确 非常可能侵害私人基本人权的藐视国会罪 傅昆奇他们提出来的那个藐视国会罪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说它是藐视国民党罪 也就是他们为了未来可能会重返执政再做准备 希望可以再把台湾陷入到戒严时期一样的警察国家 就是为了让一般民众更加的害怕那些中国国民党的官员 那么这样讲 不懂的人可能会觉得 国民党啊、民众党啊 他们是真的是在照顾人民 因为这些官员真的是不要脸到一个不行的程度 一定是要对他们严格一点 但是以后如果通过了藐视国会罪这个东西 它可能也会烧到一般民众身上 一般民众如果是跟立委接触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藐视国会罪 而关散言 这个也就是一个国家怎么逐步走向独裁的一个脉络 穿ły 穿 adult 穿 穿 稳 穿 穿 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